穴位,腹瘤血腹瘤就是让血液重新流动起来的意思 穴位位置,在太息瘤直上二厘米处 主治疾病,治疗瘀血和炎症,膀胱炎,阴道炎 前列腺炎,流产后一症等可收到最好的效果 针刺腹瘤血滋肾阴的效果极好 怕热口干,夜间烦躁难眠的患者可用 穴位,太息瘤,肾经的原穴,也就是肾脏的元气居住的地方功能 太息瘤是一个大补穴,具有滋肾阴,补肾器,壮肾阳,礼包工的功能 生殖系统,肾阴不足诛症,腰痛和下肢功能不利的疾病 太息瘤都能治疗 总之凡是由肾虚引起的各种症状 如腰痛,腰酸,头晕,耳鸣,脱发 牙齿松动,哮喘,男性性功能减退 妇女习惯性流产等刺激该学均可达到意想不到的疗效 胃质,位于脚内怀后三厘米凹陷中 主治,医,对各种咽炎都有效 特别是那种肠绝的咽喉干燥,肿痛 属于中医上讲肾阴不足原因引起的咽症 方法,可一边按揉一边做吞咽动作 因为肾经的寻形经过喉咙入肺中 寻喉咙、斜舌本 二,对生殖系统的诸多疾病相当有效 如女性的月经不调 阴冷,男性的阳漏,举而不间等 原因,肾包括肾阳与肾阳 而肾阴肾阳分别是其他脊脏的阴阳之本 所以肾阴肾阳为人体的阴阳之本 而太息为肾经的圆穴 所以太息具有很好的调节人体营阳的功能 三,对治疗腰痛腰酸的效果特别好 治疗时的感受除了穴位要有酸胀感之外 还应该有麻甸样的感觉向足迪放散 四,治疗莫名的手脚冰冷也极其有效 方法是在每天晚上睡觉前刺激刺穴 坚持一周时间就能感觉到手脚变得暖洋洋的 五,太息学还能治疗各种气喘病 学位名称永泉学 学位位置,在足底正坐或者仰卧,瞧足 在足底部,当足指向下卷时 足前步的凹线处,约 五分之一,相当于足第二 三指指缝纹头端与足根连线的前三分之一 与后二分之二交接处 治疗原理,此学能引气血下行 因此对高血压,鼻出血,头指胀痛,哮喘等 气血上逆肢症有特别疗效 此学副药的效果最好 主治疾病 一,口腔溃疡 用无助于粉碎以后用醋调成糊状 贴在永泉学上 外面再用胶部固定,效果会很好 二,高血压,爱质,贴肤次学均可 如果用爱质则每天至少要坚持一次 每次10到15分钟,治过以后喝点温开水 如果是穴位贴肤则用鸡蛋清将打成细粉的中药调成糊状 每天睡觉前贴肤在永泉学上 两则的穴位交替使用 常用的药物有 桃仁,杏仁,枝子,胡椒,糯米 也可用25克无助于盐末 用醋调成糊状,赋于两脚心永泉 三,心蚊痛 用指尖关节或者用笔去点永泉学 治疗心蚊痛的效果绝不逊于真挚内关学 四,爱质永泉学还能防止呼吸道急患 爱质永泉学20分钟,马上缓解症状,坚持一周 基本上不再复发 五,鼻出血,则在永泉学上敷大蒜泥 左侧敷左脚心,右侧敷右脚心 按摩静剂,稍用例次学好痛感明显者事宜 若使很大力而痛感不险,或刺学出皮肤无弹性 一按变深陷不起的,不可用按摩法 会使肾气更加虚弱,可选用服药法 名称,七门学 位置,找出聚缺穴,在心窝上端从左右肋骨相交之处起 往下二指宽处即是聚缺穴 然后,从入头往下划一条平行线 在此线所经过的肋骨和肋骨之间 与聚缺穴同样高度上的就是七门穴 主治疾病,容易疲劳,没有食欲,想吐等 穴位,取权,河水穴 穴位 屈膝,在膝内侧横纹上方凹陷中 详解,屈指干木,木曰屈指,全指渗水 干属木,渗属水,水能生木,渗为干之母 根据须则补其母的原则 干之虚症,可用取权补之 干虚症状,干虚则易卷乏力 干虚则羊漏枣 干虚则心孔善精,干虚则血亏不孕 干虚则头胀眩晕,干虚则眼花木色 主治疾病,最善治膝关节疼痛 也是将血压的药学,还能治疗各种温症 不论温寒,温热,风温,温毒,均可选用此学 干主经,细为筋之腹,去全,正位于膝关节部位 所以善治,吸痛去全学必痛,此学为呼吸要学 名称,中风学,筋筋学 中止中焦,应干在中焦位置 风至风藏,要封人体经穴,使之不至轻易耗伤 干藏血,肾藏精,许多人常年一经 持诸多补肾,顾色之药而无效 原因是,不止补肾亦当补肝 但自古皆言,肝不受补 功能,中风是保养人体经穴之药学 为肝精经穴,精能科目,刻在此处为约束 所以,此学能够抑制肝或过旺 兼有肃将之性,故此学可能力小变 逆翘开,则精翘臂,正是故今之妙法 学位位置,在祖内怀前一寸 主制,泄肝火,故今擅至脚软无力 步履肩男之症,配合足三里,效果更佳 一宗经见中风,主制一经病 三里合至步履肩,学位,太冲,云木学 学位,在行间上二寸,第一二指骨结合步道线中 独特功能,肝为人体异常重要的器官 而太冲肝犹如饱肝护肝的将军 实时保护着我们的身体,而且是有求必应 当我们感到头晕脑胀,如高血压 太冲穴会让我们神清气爽 当我们感到有气无力时,心脏攻穴不足 太冲穴会给我们补充气血,当我们心慌意乱时 太冲穴会让我们置定神安,当我们怒气冲天时 太冲穴会让我们心平气和 他不怒而微,能量无穷 主制,治疗失眠的最佳学位 也是治疗各类肝病的特效学位 能够降血压,凭肝清热,清理铜目 发烧上火,太冲能去热身体虚寒 太冲可增温月经不调,太冲擅调理 当露一惊,太冲能改善 慢性肝病的调理,太冲也是首选 同时还治可喘,感冒和各种炎症 朱病循他皆有效,没事常揉体自安 特效人群,最适合那些爱生闷气 有泪往肚子里咽的人 还有那些郁闷,焦虑,忧愁,难解的人 使用体会,揉太冲穴 从太冲穴揉到行间 将痛点从太冲转到行间 效果会更好一些 案例极紧,剑上文对失眼魂不守神的解释 月经不调,很多女性月经总是提前 或者延长老媒规律,月经的颜色升红 而且莫名发热,经前几天特别烦躁不安 想发脾气 这是因为肝脏的问题,肝有热所致 治疗方法点柔太冲穴 每次三到五分钟 时间是在经期来临之前五天 穴位名称,行间,行火穴 穴位位置,在脚的大拇指和第二指根部之间的中央起 稍靠近大指指侧之处,在脚的表面交接处上就是行间穴 主治疾病,行主身热,行间熟火,为干精的子穴 最擅置头面之火,如目尺肿痛,面热鼻血等 眼睛胀痛掐此穴尤为显效 泪经,涂意泄行间或而热自清 目气自下,还致心里繁热,躁壳失眠 阴肝经环绕阴气,行间还擅置生殖器的热症 如阴囊温疹,小便热痛,阴部扫痒等 对痛风引起的细滑肿痛,点掐行间也有很好的止痛效果 最佳方法,使用体会,施压会强痛 肝硬化,脂肪肝和酒精肝则用香烟花爱住每天之二十弦 穴位忠诚,大端,锦目穴 穴位位置,在足大直外侧,指甲脚旁一分 主治疾病,治疗膳气的特效穴位 玉龙哥七斑膳气取大蹲 圣语哥至八大蹲出膳气 熟肝理气的作用最强 膳直阴气与不输引起的复科诸症 如臂经,痛经,崩漏,更年期综合症 同时也是治疗男子阳尾,尿贫,尿失禁的药学 用指甲倾掐此学,还有通便之效 同时,此学还是治疗肝脏慢性病 必不可少的治疗和保健药学 五分之四,最佳方法 此学用爱治效果最好 嘉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